沒有聽錯小豬羅志祥的牛奶 送進了上海 沒多久 果然就有人上前領取 除了廣播 還能看到這輛卡車上 就掛著羅志祥協助上海 抗議的布條 而這也是兩年前 羅志祥在大陸 遭到全面封殺後 罕見有引發網友討論 雖然消息傳出反應兩極 有人認為 他是為了在大陸付出而洗白 但也有不少人留言 真心感謝他的雪中送炭 不要進來 安一真沒頂 另外同樣讓粉絲窩心的 還有重量級藝人黃曉明 包括民眾手中的雞蛋 還有箱子內的麵條食用油 光連續兩天 就捐贈了九頓食物 除了箱子上 可以看到他的名字 還有大型布條 要鼓勵民眾 堅持到最後勝利 就連已經成為大陸媳婦的陳妍希 也不忘跟老公陳曉 一起投入對抗疫情 陳妍希夫婦也是透過當地的基金會 針對第一線的防疫人員 送上的防疫包 防護衣 面罩及口罩等各種防疫用品 而首批的物資 已經分送到九個社區 雖然上海疫情嚴峻 各種防疫措施導致人心惶惶 不過不少藝人 仍透過物資補給 給民眾送上暖暖關心 TVBS新聞綜合報導